大家好 我们先来分享这一只 飞飞的蝴蝶 蝴蝶飞舞祝大家平安幸福 我们现在开始来分享 分享这一只蝴蝶的折法 这里有一张长方形的纸 这反面是白色的 这边是 这个颜色我们将纸往中间 对着一半 这是我使用的一个工具可以将纸把它压平 这个折缓以后我们将纸把它打开 转个方向 我们再将纸往中间 跪着一半 再折完以后我们将纸往前面翻 现在我们将纸往 上面 这一个长方形 好可以这个 稍微压一下 好 反面过来 好再折一个长方形 好折完以后将纸把它打开 转过来 好我们将纸把它折一半 上折一半 好折完以后 放个 放这样子 好我们将这个纸往中间 往右边 折下来 反面过来 另外一边 折过来 折过来 好折完以后 折完以后 这样子把它 合起来 变成这样的造型 变成这样的造型 好接着 将纸反面过来 好大家看到中间有一条 有一个斜线 有一个 有这样子一个造型 我们将这纸往前面 折过来 再这样子 再这样子 向前翻 好 接着我们将这个纸 撑开 这边撑开 向前 折 好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撑开 好 我们这样子把它稍微 压平一下 好折好以后 我们这样子 把它反面过来 变这样的造型 好 这个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向前折 好 再回来 我们这样子 换个角度 好接着我们将这个纸 在这个 向前面 折一个小三角形 好另外一边 也折一个小三角形 好折完以后 我们将这个 把它捏成一个尖尖的 好这个 左右压一下 好接着我们将这纸往中间合起来 好稍微压一下 我们这个稍微把它弄平 好接着向前面翻 好最后 我们将这个 我们往 这个 位置 记得 这是一个平行的位置 把它折下来 好 这里 我们 从中间 把它压平 好 再把它 好最后将这一块 往后面 反折过来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这只蝴蝶就可以 飞翔了 好这样 大家都 应该看得很清楚的 蝴蝶飞舞 祝大家 平安 幸福 幸福 祝大家平安